南侠展昭不仅武功天下无双 对于一些体育活动也是不在话下 一天 他正跟好友杨刚 还有祝国将军桑伯一同促居 三人你来我往旗鼓相当 就在他们正尽兴的时候 被将军夫人的一声尖叫打断 原来是将军夫人发现一名扼晕的孩子 将军见开封府的展昭刚好在此 便让展昭将孩子带回开封府 在经过公孙策细心诊之后 男孩很快就醒了过来 包拯见此便问男孩详细情况 听男孩说 他叫石青 今年七岁 这次出来是寻找他从未见过的亲娘 只知道自己的娘叫沈柔 还说他身上有另一半的绣帕 原来石青听隔壁大爷说 在城里看见一位很像他娘的一个女人 于是石青就带着半块绣帕出来寻武 展昭看过绣帕突然想起 将军桑伯夫人的手腕 正好系着一条相似的绣帕 而桑夫人正好又是七年前嫁给将军的 这样推断这桑夫人很可能就是石青的娘 但这只是推断 为了查明真相 包拯派展昭前往石家村 一是告诉石青家人免其担心 二是暗访一下七年前发生的事 当展昭告诉石青父亲石青消息后 他却丝毫没有关心之一 当展昭再问起七年前沈柔之事 石家母子更是闭口不说 甚至对七年前的往事十分忌讳 展昭因此一无所获 回到开封府 展昭将结果如实相告 就在众人疑惑之时 这是王朝来报 说是有位自称石青父亲的书生求见 包拯带着几人来到大堂相见 可展昭一眼就认出 这人根本不是石青的父亲石永静 没等大家多想 张龙来报 说外面又来一个自称石青父亲的人 包拯听后直接命运带进来 没成想这二人一见面就火药为师祖 最后竟直接动起手来 索性张龙照虎及时将二人分开 接着二人都向包拯说自己是石青的父亲 包拯见二人争论不断 想必其中定有隐情 便细细盘问 为了争夺儿子石青 一见八年前的就是慢慢浮出水面 八年前 石永静本是当地有名的大夫 还娶了端庄秀丽的沈柔 两人情真意切 唯一的遗憾就是一直没有一男半女 可身为大夫的石永静青楚 是他自己无能 但是石母却不这样认为 他认为一定是沈柔有问题 逼迫儿子再娶嫌妻 石永静对沈柔用情至深 自然是不同意石母的做法 于是他想出一个令人发指的主意 那就是借负生子 随后就找到落榜的柳清平 一开始柳清平也不同意 当他看到沈柔的美貌后 立马改变之前的主意 见此石永静又做起妻子沈柔的工作 沈柔对这种伤风败俗的事自然不答应 可是石永静实在无耻 趁沈柔熟睡至极 悄悄让柳清平跟沈柔成起好事 第二天 石永静并未安慰受欺负的沈柔 反而问他昨晚到底有没跟柳清平好 沈柔愤怒至极 反手就给了石永静一记耳光 最后回答石永静两个字 没有 时间很快来到一年之后 沈柔终于为石家生下一名男婴 可他却被扣上一顶不忠不孝的罪名 沈柔心如死灰 将两人曾经爱的信物秀帕一分为二 按照当时的年代 不忠的女人是要受到急刑 看着妻子被绑在门板之上 石永静没有帮妻子说一句好话 最后被狠心地扔到河里 他的命运从此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包整听后愤怒至极 骂二人网读圣贤书 竟然做出如此伤风败俗的事 不过这石青到底是谁的孩子 还有待真别 因为石永静说他之后一直调理身体 而柳清平之所以来找石青 也是因为成婚多日未有子次 包整见此让二人先在客栈住下 待他查明后再交还石青 顺流而下的沈柔忠受上天眷顾 最后留到一处浅滩昏迷不醒 恰好被路过的祝国大将军桑伯看见 最后成功被桑伯救回 转眼七年之后 沈柔被将军桑伯真心打动 两人最后结为夫妻恩爱爱 沈柔也改名叫黎锋 柳清平求大人生育 你有何约要争 其必总为造人谋害 索性并不改决 何人谋害于你是他 我要告他杀人威水 刘清平 你可知妄告朝廷风格 该当何罪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就不是包大人是我拘于高官压底 不敢开罪 刘清平 包大人 你审事不审 审 就在之前 沈柔凭借半块秀帕 确认眼前的孩子 石青 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但他此时又不能跟其相认 在宋石青离开的时候 正好被将军桑伯撞见 沈柔不想隐瞒将军 便说出石青正是自己的孩子 将军听后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要帮沈柔接回孩子 因为将军深爱沈柔 他不想自己的爱人整日 思而难过 沈柔见将军如此情真意气 他也不再隐瞒七年前发生的事 因自己当年被视为不争不解 最后盯上门板飘到浅滩 将军一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愤怒离去 最后沈柔不愿因自己的名声影响将军 决定带着儿子石青一同离去 母子俩暂时栖身在月来客栈 可没想到 石永静跟柳清平也住在这家客栈 将军始终放心不下沈柔 命副将一路跟踪保护 再趁沈柔不在房间 准备将石青迷晕送回老家 却没想到这一切都被展昭看在眼里 展昭为了救回孩子 跟黑医员大打出手 交手数招之后 黑医员不抵展昭 被展昭刺伤右肩 眼见黑医员就要被制服 没成想一招声东击吸引开展昭注意力 黑医员这才成功逃脱 为了实情安全 展昭只能放弃追捕 另一边 沈柔为了凑些盘缠 拿出自己的玉镯让小儿帮忙抵押 刚一回头就碰见柳清平 柳清平当即就认出 眼前的女人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沈柔 这下大事不好吗 当即就对沈柔色心在起 沈柔十分痛恨柳清平 正是因为她害了自己一生 如今心仇旧恨加在一起 沈柔一气之下 拿出金丹疯狂地向柳清平胸口刺去 等沈柔发泄完心中的愤怒 柳清平已经倒地不起 这时将军出现 看见眼前的一切 先是安慰自己的妻子 接着又用独门金创药救了柳清平 第二天 柳清平被客栈掌柜叫醒 身受重伤的她丝毫没有回忆自己的行为 反而对沈柔怀恨在心 于是跑到包拯面前 正好将军跟沈柔也在现场 将军本想带着沈柔离开 却被柳清平拦下 大胆 还敢挡住本学去 在下不当将军 当的是她 柳清平 他是将军夫人 不得无力 柳清平求大人生育 你有何缘要争 清平所谓造人谋害 索性必不改决 何人谋害于你 是她 包拯询问柳清平 你与将军夫人有何缘缘 她又为何要杀你灭口 柳清平直言 因为她认出 黎构就是沈柔 张夫人归名 为沈黎构 而非沈柔 你是否误认 可柳清平一口咬定 黎构就是沈柔 见此黎构也是一番辩解 证明自己并非沈柔 而是黎构 听到黎构辩解后 柳清平慌了 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反驳 包拯为了让她心服口服 又让一旁的施永静一番辩认 只因沈柔之前是她的妻子 石永静其实早就认出黎构就是沈柔 但是面对柳清平这个无赖 她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这下柳清平无话可说 可是柳清平并不死心 于是又在将军府外墙贴满 绿帽将军 仗势欺人 薄情夫人 杀人灭口的自服 将军看见自服愤怒至极 她不容夫人的声誉被他人损毁 当即决定跟这个无耻之徒见上一面 随后就找到柳清平 然后拿出一万两银票封她的口 因为他们心里都明白 黎构就是沈柔 可是柳清平表示 自己虽然缺钱但更缺儿子 只有让黎构承认是沈柔 自己才能向包拯证明石青是她的孩子 同时还说无论怎样都不会放过沈柔 接下来的话更是直接激起将军的杀心 将军之尊当不是为一个迎见的女子 犯下杀人之罪 你说什么 我说 你将军之尊 当不是为一个像沈柔这么迎见的女子 犯下杀人之罪 行 让柳清平没想到的是 将军是夫人为珍宝 他又怎会让无耻之人侮辱 客栈小二发现尸体报案开封府 经武座跟公孙测验事后 得出柳清平死于一种囚状物体 而柳清平总共就得罪两个人 一是跟他争夺儿子的石永静 二就是祝国大将军桑伯 更何况柳清平在死之前 还在将军府外墙贴满侮辱自幅 因此所有矛头都指向了将军府 这边柳清平才刚死 另一边石永静又开始作妖 他趁将军不在 让侍女给沈柔送来一封书信 信中说道 石母并未想见他最后一面 沈柔没有多想就跟石永静来到一间破屋 石永静见此倒了一杯下了迷药的水 沈柔没有防备喝下了水 几秒过后就晕了过去 等沈柔醒来后 已经被丧心病狂的石永静 绑在门板之上 幻想着跟沈柔再续夫妻情人 可沈柔早已对他心灰意冷 此时的石永静已经失去常态 对沈柔百般打骂 赶来的时清本想解开母亲被绑绳索 却被石永静一把推开撞运倒地 这还没完 最后拿出一包剧毒 想要三人同归于静 然后将沈柔打晕 危机关头 将军带着副将赶到 这才成功救下沈柔 面对妻子备受折磨 将军忍无可忍 而这一幕刚好被地上的石清亲眼看见 第二天石清就撞告杨刚杀害自己父亲 还说主谋是将军桑伯 杨刚为了将军不受牵连 独自承担所有罪行 但包整岂是好糊弄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将军桑伯背后指使 但是又没有真凭实据 这时展昭告诉包整 说杨刚跟随桑伯十余年 两人出生入死热血难尔 包整听后心生一计 次日包整判处杨刚杂刀之行 正要行刑 就被将军桑伯叫慢 将军希望看在他们征战沙场战功累累 况且被杀二人乃是无耻小人 且有行凶在前 包整你何苦要判杨刚杂刀之行 可在包整面前只讲律法不讲功勋 而包整这次主要目的就是要桑伯承认罪行 主动跪地请罪 并告诉包整 说将军只是回府绝别 并非苟且偷生 况且将军一声功勋 绝非是柳卿亭石永静两个无耻之徒 能把将军一声功勋渲染 包整听后无言以对 杨刚最后愿意承担一切罪行 只愿包整能把将军之事登陆刑部至少 将军不愿自己死不瞑目 自己让自己闭上了双眼 看见最爱自己的人就这样没了 沈柔内心无比悲痛 上天对他似有不公 前有石永静跟柳卿亭这样的无耻之徒 最后遇到将军至真至情 可结局还是一样凄惨 斩召见词也为这位大将军有礼相送 为国为民包整这次真的对话 实属让人一难平 有三分爱二代 浸夜七分相与何 爱恋一对自拆不开 旧爱一声再见后 转眼新欢走过来 爱心不爱救 还是我 历片风花与雪月 可有结果可有缘 上天上地太辛酸 乱世心方已更乱 走过晴天海过月 愿天且愿地难尽远 冤阳痴永远不死 那款那年代 同男陆女都相信 上外可化跌远非 旧气身族化作传逼 最疑也落远 最难贵是与非 又甜又苦 全是非 全是非 冤阳痴永远不死 那段那段年代 红阳永远不死 都相信上外可化跌远非 旧气身族化作传逼 最疑也落远 最难贵是与非 又甜又苦 共扶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